我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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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吃過最不得表演 帶著大大南冠村文化美食 這個選團記者回來開場 為了前出到進行五百元的相機 當時大雄大南國有這個結帖 是副結校南區區公所 十月二次到二次他兩天在南區的大林路 來鼓辦到冠村文化美食 我們希望說 藉著這個眷村文化節 以及眷村美食節的活動的提點 可以讓大家重溫那個時候小時候 或者是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過去的時候 大家曾經來眷村走走逛逛的感覺 所以我想說這不僅是一個 商業商圈的活動 更是一個文化活動 指定來表述說 順利亞情影響各行各業人 受到強行 好以前風雅資料好風雅 會出事漸漸地爽伯 當中提出到五百元 幾乎也不一樣的相關進行活動 以為大家賺到五百元的機會 來告現場四次吃美食 拿到好呢 這絕對是商圈的活動 跟台南市台南購結的活動 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活動 我們不僅是商圈 夜市市場 或是其他的活動 其實除了他們本身的這個加碼之外 還有可以搭配雙重抽獎 抽我們台南購結的活動 所以呢 我想這些活動 我們都很願意跟商圈也好 或是跟其他的這個像夜市一樣 大家強強聯手 共同創造消費的新高峰 去到台南貫村文化美食則 我當現場就在這南國的大南路上 有這個農地商品 跟貫村在地美食 還有劫文表演 在現場旁邊 就是貫村美食 台出名的台東相款 我們跟現場的 能吃的貫村美食 能買到這個伴手禮 鄉親城門店頭來測過 南天新聞 大家以下台南柴方報道 翰 停 你 充